好 这写信给总统 总统真的有可能会回信吗 有一个刘姓女学生呢 因为数学课被荡掉 写信给马总统抱怨 没想到呢 是真的收到了一封来自总统府的信 而里面呢 竟然是马总统的签名照一张 这是总统马英九的回信 附上大头照和签名 刘姓女学生收到这张签名照后 格外珍惜 颇网分享经验 两年前就读高二的刘同学 数学被老师荡掉 沮丧的写信给马总统 说自己上课都很认真抄笔记 不过还是被荡掉了 没想到竟然真的收到来自总统府的回信 信封邮票还是夯极一时的团团圆圆 网友们热烈讨论 有人研判总统是祝福他 白齿干头更进淫步 也有人说原来要签名这么容易 有网友认为应该是幕僚想的点子 只是说太可爱了 每天我们说很多来自全国各地这样的县 总统看到以后都会转到我这个地方来 然后总统有时候都会批联力 甚至有时候总统自己会写卡片 给这些来信者一些鼓励 要到总统的签名可不简单 通常在大场子才能见上总统一面 更别说要到签名 现在刘同学竟然以一封书解文 就能得到总统签名 献上不少粉丝 总统日理万机 上到国家大事 下到学生心里的内心事都得处理 如果一封签名照就能为学生解压 也算好事一桩 中天新闻韩志欣 陈佑柔台中采访报道